由重经论文集三 一流重经 印度之路 拜占庭之路 与诸神的裁决自我意识的觉醒 是民族生命中最神秘的一刻 其超验的程度仅次于个人的诞生 起点是出民的乡邦 泥土 风景和地理 终点是默认的国家 塑料 机械和统治 出民只有感性的混沌 默认只有理性的计算 两者都是孤独的浪人 在天地不仁 宇宙孤寂之中演出无意义的布朗运动 他们有无穷的事件 但他们没有历史 因为历史就是融会贯通的意义和边界 像雕刻家对待石料一样 凿开意义和无意义的边界 于是大卫像抛弃了无意义的碎屑 从无形态的粗胚中跃然而出 好像它一直在那里 出民与默认之间 生与死之间 石胚与碎屑之间 有民族 灵魂 历史 人类智性的光芒 在这一瞬间照亮了宇宙的黑暗 第一次看到了自己 也看到了自己注定落入的那个长夜 在恐惧和颤离中发现了自己的使命 这个使命就是短暂生命对无尽黑暗的挑战 然后长夜来临 雕像破碎 留下的满地碎屑不仅像石胚一样 无形态无意义 而且不像石胚那样孕育住潜在的生命 只有接受千年结火的轮回后 才能充当石胚的原料 在十字架军林的库斯科 宣里塔坐镇的孟斐斯 你可以看到这些碎屑在轮回中跳动 英格兰古老的自由 英格兰曾经是一个地理名词 除了岛国的地理形式以外 在基督教世界和封建西欧的框架内没有特殊性 英国人是浩天主教徒 碰巧是英格兰国王的臣民 诺曼底人 加斯科涅人也曾经是这样 这不过是长线的彩翼转移 他们之间只有地方性 风俗性的差别 鲁昂市民曾经痛恨法兰西国王 坚守他们对英格兰国王的封建义务 只是遭到昏庸的约翰王抛弃 才勉强归降法兰西 封建自由的基石 是保护人和被保护人之间的个人契约 他不承认有别于私人的公共事务概念 与民族的观念不能相容 封建各邦 只有家族之间的临时交涉 立足于民族体制或宪制 与国本融为一体 具有使命性质的长期外交政策 要到17世纪以后才会出现 17世纪的英国内战有两条线索 一是寻注宗教改革的路线 以反对教皇权利为起点 而后从教会的共和主义 长老会推出国家的共和主义 二是逆注绝对君主制 集权的路线 以保全英格兰传统的混合限制为起点 而后从国会特权和封建自由 推出国会政体和立宪自由 前者是具有高度草根性质的社会动员 越是激进化的教派 其平民化的色彩也就越重 从我英伦教会以其睿智客手中到 英国国教会信纲 1552年由国教会首任 坎特伯雷大主教克兰默起草制定 42条信纲 十年后 国教公会议将其修定位39条 最后于1571年 由女王伊丽莎白仪式主持定稿 经公会议和国会通过 定位英格兰国教会信纲 编入公导书 沿用至今的国教会到长老会的保守共和主义 再到独立派的激进共和主义 直至绝地派 平等派的基督教共产主义 几乎可以画出一条 从身世道小市民 商贩 再到浪人的阶级曲线 后者则具有显著精英性质 是社会地位高到 足够充分感受王权扩张压力的贵族 和布尔乔亚上层的精巧设计 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 把英国国教会看作早期 罗马普世教会的正统继承者 除了以英王取代教皇位 教会正统首脑外 大体成习 教阶体制 原本无意容忍教派分立 更不用说共和主义的自治教会了 但爱德华六世 简 格雷政府的软弱无力和血腥马力政府 明显的党派性之却是二者 都不可避免 1554年 逃亡欧洲大陆的新教流亡者 以他们的宗师约翰 加尔文1541年建立的 日内瓦神权共和正体为母版 在大陆组织了第一个常老教会 其章程规定 教务管理权属于平信徒常老 和牧师组成的委员会 牧师和职士都由选举产生 这是斯特拉斯堡日内瓦教规的翻版 相比之下 国教会的克兰默大主教 由英王任命 国教公会议也只有资议之权 远不能与大权独揽的 加尔文宗常老会议相比 1556年新教规将最终权力 交给全体会中 此后 反对万恶的主教制 成为新教徒 最有感情号召力的动员口号 出现在反对查理一世的 1638年苏格兰叛乱 这场战役 是由查理一世企图在苏格兰 恢复主教制引起的 查理一世 为仇军废于国会起信 内战爆发 反对查理二世的1679年 波斯威尔乔战役 这场战役 是由查理二世企图在苏格兰 恢复主教制引起的 苏格兰常老派 刺杀了查理派来的圣安德鲁斯大主教 禁聚格拉斯哥 在波斯威尔乔被王军击败 反对詹姆斯二世的1685年 蒙茅斯叛乱 这场战役 是由詹姆斯二世企图在英格兰 恢复天主教引起的中 1558年 伊丽莎白一世登基 由王者获准反应 他们去国时写走国教的爱德华祈祷书 归国时带来加尔文宗的教规 但这只是一个权宜性质的政治同盟 建立在对血腥玛丽恐怖统治的痛苦记忆之上 国教会搁置对共和主义的戒心 清教徒克制对主教制的厌恶 携手应付共同敌人天主教西班牙威胁 清教徒否定教接体制的自然结果 就是不断产生更多的分裂教派 满足不了王室确立正统 维护教会统一的要求 国教会把罗马教廷的正统性和统一性 转移到英王一身 明显更符合伊丽莎白一世的胃口 1577年 伊丽莎白重申主教制和君主的序任权 软禁了最后一任流亡者出身的 坎特伯雷大主教格林德尔的职务 以惩罚他坚持加尔文宗王权 不得支配教务的立场 拒绝压制不由官方主持的民间宗教会议 长老监督会 他肯定会发展未长老会的胚胎 詹姆斯的基本政策是通过语言 宗教习俗的相似性把两王国联合起来 事实上联合的真实意义 是要使苏格兰长老会 接受英格兰的主教制度 因此在苏格兰 他的任务要兼具得多 查理一世继承父王的遗志 把推行主教制当作自己的主要事业 首先激起了1638年苏格兰长老会叛乱 继而使英格兰主教制和苏格兰长老会之间的国际冲突 演化成英格兰国教徒和英格兰清教徒之间的国内战争 结果断送了绝对君主制在英格兰的前途 但他即使在完全绝望的情况下 都没有对自己的宗教原则做过任何妥协 整个复辟时代 保王党和辉格党的分野就建立在国教徒和清教徒的边界上 同时对应查理和詹姆斯执行的清法政策和夏夫茨伯里勋爵胎死腹中的清荷兰政策 宗教改革和宪法危机发明了英格兰民族赋予他牢固的身份认同 新教的英格兰 自由的英格兰 反对天主教欧洲和绝对君主国是他的国本所系 背弃这条路线 国内限制和外交利益将会同时动摇 二者已经无法分离 这条路线的逻辑终点通向1688年光荣革命 随着国内限制的选择确定 查理二世以来由于反复的外交路线也告一段落 英格兰坚定地背弃法兰西和大陆 联合荷兰与海上民族 散落在欧洲西北边缘的新教民族 面对天主教欧洲大陆的磐石 七海 殖民时代的七海是指东印度航线 班达海 西里伯斯海 弗洛雷斯海 爪瓦海 中国南海 苏陆海 地温海 是他们的安全和希望所系 他们告别了神圣的罗马 憧憬住早在惠特曼和福斯特的印度之路面世之前 七海就是每一个英格兰儿童的梦想 融化在血液中 俄罗斯神圣的火种1453年 均是坦丁堡新罗马陷落 基督教的正统与罗马帝国的正统同归于尽 如果倒退600年 欧洲会感到晴天霹雳的打击 即使倒退300年 欧洲也会兴奋地抓住这个机会 但现在 欧洲正在创造民族的禁联中挣扎 教会 帝国和正统性已经不再重要 只有偏远的莫斯科公国 愿意接受这顶过于沉重的冠冕 1472年 大公伊凡三氏 迎娶拜占庭末代皇帝的侄女佐威 帕拉奥洛高斯 1547年 伊凡四氏宣布 继承东罗马凯撒沙皇的皇位 于是 这位君主 由君士坦丁堡大主教下属 莫斯科大主教的教民 以便为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君主 1589年 君士坦丁堡大主教 他自己是土耳其苏丹的臣仆 把莫斯科大主教提升到独立的元老地位 完成了帝国遗产的馈赠 事实上 这意味着把莫斯科公国变成一个政治实验室 俄罗斯就是这个实验室的产儿 自出生就具有弗兰肯斯泰因的特质 一个晚期文明的复杂政权机器 嫁接在草媚社会散漫脆弱的基础上 这个混血儿必须为预定使命而奉献牺牲 俄罗斯的诞生意味着牺牲东正教世界 建立多国体系的历史机缘 1478年 莫斯科兼并诺夫哥罗德共和国 1510年 莫斯科兼并普斯科夫 解散了最后一届市民大会 流放300家当地望族 1520年 莫斯科兼并梁赞 将末代大公区逐到立陶宛 罗斯各邦放弃了封建自由的自然进程 把自己的法统 建立在罗马拜占庭的正统性上 从理论上讲 帝都凯撒格勒或沙皇格勒 永远在军事坦丁堡 莫斯科公国 俄罗斯帝国 第三罗马 是拜占庭 第二罗马的行在政权 光复帝都 是他的先在使命 这个使命超出了俄罗斯社会的支持能力 但并不违逆他的灵魂 因为东正教世界的道统 同样来自神圣的南方 俄罗斯的神父总是军事坦丁堡 教区的下属 俄罗斯的圣人 总是阿多斯修道院的门徒 莫斯科的大公总 是在临终前 获得高级修士的身份 第三罗马莫有外交 因为他是唯一合法的统治者 政教世界必定是他的臣民 异交世界必定是他的敌人 西欧外交的前提是 基督教世界可以同时存在众多合法 虽然不一定平起平坐的军侯和邦国 在俄罗斯 这个前提已经不复存在 假定他原先曾经有过存在的机会 彼得大帝带来了面向西方的世俗外交 其结果却绝不是世俗的 他把西道统正统于一身的凯撒 沙皇将格为西欧各地方姓君侯的一员 用西欧绝对君主的富强逻辑 取代东正教专制皇帝的神圣真理 无疑是从内部和上层毁灭正教 从此 俄罗斯永远是一个灵魂分裂的国家 圣彼得堡宫廷 法语贵族和运用欧洲话语 比欧洲人更熟练的知识分子 生活在俄罗斯的巴黎 不由自主地把这个无穷无尽的世界 当作原料来对待 游方修士 乡村神府和生养送死不出村舍的无形态群众 生活在俄罗斯的拜占庭 运用他们的本能 而不是逻辑 全心全意憎恶西方 热爱南方 彼得以前 俄罗斯与西方的斗争 沿着俄罗斯外部地理边界展开 彼得以后 俄罗斯与西方的斗争 沿着俄罗斯内部阶级边界展开 文明冲突内化为阶级战争 这就是俄罗斯神秘灵魂的奥秘 两个灵魂争夺一个躯体 这个躯体本来无力 承受其中任何一个的负担 但同时承受两者之后 却在分裂和斗争的竞争中 爆发出狂人的蛮力 足以让任何接受理性化程序训练的对手望而生畏 俄罗斯社会为俄罗斯国家燃尽高知 但俄罗斯国家从来无法取得 与这种牺牲相应的外交成果 他不能确定国本 不知道什么是俄罗斯 当然更不可能知道什么是俄罗斯的利益 从叶利扎威塔女皇坚定的反普鲁式政策 到彼得三式狂热的亲普鲁式政策 从保罗固执的武装中力道 亚历山大戏剧性的大同盟 断裂 跳跃和不确定性 一直是俄罗斯外交的主要特点 至今仍然如此 如果说英格兰外交那种罗马式的稳健来自国本坚固的自信心和安全感 那么俄罗斯外交那种马加比式的禁卵就来自灵魂分裂的紧迫感和狂热性 因为此刻占据俄罗斯的灵魂要求在沙奈间伸张自己的正义 不为凯撒极为虚无 马萨里克凯探 俄罗斯未能经历酝酿的过程 享受缓慢和自然的文化带来的益处 但这种想法对俄罗斯神秘灵魂毫无意义 因为下一个俄罗斯很可能是他的敌人 通向印度之路 通向拜占庭之路 七海 东印度航线是欧洲大陆的后门 却是英格兰的正门 印度是帝国大业的是金石 1608年 约翰·霍金斯抵达苏拉特 1612年 托马斯 贝蒂赢得了苏拉特海战 1639年 圣桥至宝建立 1690年 威廉宝建立 1757年 克莱武为英国赢得了印度 没有殖民事业 新教国家不可能从欧洲的边缘变成欧洲的主人 英格兰不可能变成英帝国 这个帝国源于一系列应对危机的临时方略 像英国的习惯法一样无杂而不合逻辑 它的优越性在于 实现间接统治 极少扰动当地的惯例和习俗 能够通过时间和经验的考验而生存 不过 这种做法不是有益设计的结果 而是英国人厌恶抽象思维 信任健全常识的自然结果 英国人之所以会成为好的经验主义者和好的殖民者 主要就是由于他们不动脑筋的习惯 否则他们的殖民地也会像拉丁国家一样 充满统一规划的制定法和官僚制度 除非在每一个村庄安置一名宪兵就无法实施有效统治 只要一切可以模糊应付过去 英国人甚至不愿意设想自己已经拥有一个帝国 他们乐于想象英格兰仍然生活在亨利二世和克拉林敦条例的时代 即使内战也不过是拨乱反正 驱逐了外来的 晚近的 非英格兰的绝对君主制实验 返回各等级共治的古老自由 莫有人能比英格兰的辉格党人和普通法习惯法学家更拘泥于潜力和传统 从爱德华 科克爵士的时代起 这两者就通常都是一类人 爱德华 科克爵士和许多国会反对党都是豪股成痞的法律家 长期国会让西蒙德 戴维斯爵士负责研究伦敦塔档案 以便为国会的所作所为提供传统依据 他什么也没研究处理 但这并没有阻止国会做自己想要做的事 但拿破仑提醒他们 还有另一条通向印度之路 马尔泰以东是苏伊士 苏伊士以东就是印度 英国即使不准备直接控制这条路 至少也不能让其他列强从中作梗 从亚绵合约破裂 英军涌驻马尔他那一天起 英国人由误打误撞的帝国主义者 变成了触心积虑的帝国主义者 帝国就其罗马原意意味住搏击强梁 卵翼贫弱 离豪杰以利 代祥卢以宽 大英帝国是没落地国奥托曼的天然保护者 让垂而不死的土耳其遮蔽地中海之路 遏制欧洲大陆列强的不轨之心 而七海之路由英国独享 欧洲大陆需要列强势力均衡 海外需要大英帝国独大 英国有了帝国 却不愿意想到帝国 俄罗斯从来没有得到帝都 凯撒格勒或沙皇格勒 却永远不能忘记帝都 军事但丁堡陷落是俄罗斯帝国的起点 俄罗斯的现在使命就是 保护东正教世界免受土耳其人亲领 进而解放伊斯兰奴役下的基督教各邦 最后收复帝都 崇光正统 俄罗斯的统治者常常忘记 他们是俄罗斯人 俄罗斯的人民却从来不会忘记 他们是正教徒 其他的征服只是王朝之间的冲突 只有面向南方的战争 才能激起全民的热狂 只有土耳其才是俄罗斯的天然敌人 到维也纳会议时 俄罗斯经过六四战争 已经占据了比萨拉比亚和南高加索的桥头堡 在俄土关系中取得了明显的优势 可以预料 只要军事坦丁堡不致牵涉国际纠葛 俄罗斯消灭宿敌 光复帝都乃至拜占庭故土 不过是时间问题 然而正是从维也纳会议开始 东方问题不再是东正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生死斗争 而是欧洲国际俱乐部的平衡游戏 诸神的裁决 从维也纳会议到柏林会议 在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体系中 多国体系以集体制衡行动 维持国际军事最成功的时期 就是维也纳会议到柏林会议这段时间 此前列强大体上能维护大国协调 利益补偿 以国际会议仲裁争端的机制 使欧洲本部各国间战争的数量 强度和持续时间都大幅度降低 这一点与以前的法国大革命时期 合议和以后的世界大战时期 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不过 欧洲各国间的利益补偿 是以牺牲中欧各小民族 和非欧洲世界未代价才得以实现的 东方问题就是这一机制的显力 不言而喻 东方问题能够成为一项国际争端 本身就说明奥斯曼 土耳其人已经衰弱到无力 保护自身的安全和主权的地步了 肯尼斯 华尔兹那具国家拥有的权力太小 或太大都会有风险 正好适用于这种情况 如果土耳其不是权力太小 外国无油插足近东 如果俄国和其他列强 不是权力太大 也莫有可能为黑海海峡起信 除俄国外 英国是最关心黑海海峡问题的大国 只要没有威胁英国利益的强权 燃止东地中海 英国对立凡特地区的兴趣就只限于通商和户桥 一个已经无力扩张 但仍足以自卫的土耳其帝国最符合英国的需要 使之可以不复为持正规帝国的成本 就能享受非正规帝国的绝大多数利益 反之英国必须保护通向印度之路不被切断 在伦敦的战略夹心中 东地中海正位于这条路线的咽喉 地院政治价值急剧上升 这片新生殖的冲尧跟以前的弗兰德与北海一样 必须纳入不容他国染指的禁卵 如果可能通过扶持奥斯曼帝国来保护 否则就通过瓜分奥斯曼帝国来保护 至此英俄两强都已陷入安全困境 英国的安全线以直布罗陀马尔他 后来才增加苏伊士东西方向横跨东地中海 而俄国的安全线以奥德萨达达尼尔南北方向纵越东地中海 倘若俄国能充分信任列强黑海海峡自由通航的诚意 南下扩张就根本没有必要 如果英国能充分信任列强保证奥斯曼帝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承诺 保持地中海也是庸人自扰的举动 不过从以后的历史发展来看 双方的不信任都有其道理 这正是华尔兹笔下的在此状态中 各国都无法摸透彼此的意图 为了安全各国便将自己武装起来 而在这样做时恶性循环便形成了 各国出于安全考虑将自己武装起来后 更敢不安全需要购买更多的武器 因为保护任何一国安全的手段是对其他国家的威胁 而后者右转而武装起来作为对前者的反应 这一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假定 特别适合解释英国的外交政策 它只要能把别的大国撵出去 就乐于理性的自动降低统治成本 但不能充分地解释俄国的外交政策 它有非理性的未扩张 而扩张的伴宗教士狂热 支付的成本和争取的利益 常常不成正比 不遇上坚定的抵制 很少会主动收缩 其他列强卷入东方问题 都不如英俄两国之身 法国的渗透主要出于维持大国威望的需要 和打击英国势力的极度心理 虚荣多于实力 往往在没有现实利益的地方 制造出问题 以便重申法国的大国身份 拿破仑三世 争取利凡特地区基督教保护人的外交活动 极其显力 这些政策也不禁符合国家 作为理性行为者的假定 普澳及1871年以后的德澳两国在柏林会议以前 对东方问题一直缺乏兴趣 满足于根据本国对英法俄三国的亲书出售其忠诚 直至柏林会议以后 两国外交政策日益积极 更多地介入土耳其和巴尔干事务 对国际体系由多极转向两极 铺平通向大战之路鞠躬至尾 维也纳会议确定了大国协调的原则 1821年希腊独立战争 为这一原则提供了检验的机会 英法俄三国联军的武力仲裁 检除了埃及土耳其舰队 建立了列强联合保护下的希腊王国 但是1833年 俄国采取单边行动 以洪基尔斯凯莱西条约破坏了国际协调 条约规定俄土皆承担方面的联盟 也就是说 俄国承担保护土耳其的义务 但土耳其不必承担保护俄国的义务 战时联盟封闭海峡 这一条约事实上 把土耳其变成了俄国的附属国 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 变成了俄国领土的自然延伸 尽管俄黄尼古拉一事表示 洪基尔斯凯莱西条约对俄国仅仅是一个负担 而不是利益 英国并不因此而放心 在帕麦斯顿政府的压力下 在1841年召开的伦敦会议上 英俄同意撤销洪基尔斯凯莱西条约 代之以五强签订的黑海海峡公约 公约以五强共同担保比利时中立的同意方式 共同担保土耳其领土完整和黑海海峡通航自由 黑海海峡公约奠定了19世纪英国的东方政策的基础 帕麦斯顿政府使英国承担了奥斯曼地国海峡主权保卫者的任务 这一任务有赖于大国俱乐部的成员信守承诺 保持外资政策的延续性 然而1848年革命打击了就欧洲的大国 协调机制和共同价值观 正统原则国际会议所作承诺的可信度也随之大打折扣 法国革命政府宣布 在法兰西共和国公众眼中 1815年诸条约已不复存在 拉马丁的宣言是一个划时代的行动 第一次有一个强国政府发表正式宣言 宣布国际会议所作的安排莫有道义上的效力 拉马丁把国际关系放在继承事实的基础上 尽管他的愿意并不是要这样 此后的半个世纪是军事外交江河日下 强权外交展露头角的时代 1852年罗素勋爵警告说 一百多年来我们与欧洲政治体系联合在一起 国际军事如果受到严重威胁 最后就可能引起战争 然而1857年 列强已经无一乐于承担维持现状的责任 1864年迪斯雷里在下议院辩论中说 势力均衡理论是以一种陈旧制度的过时传统为基础的 这话无懈可击 可惜即将取代正统原则和陈旧制度的民族主义原则的 外交家的视野验证了保守派人士对民族主义兴起所做的不祥预言 再加上英国国内体制日益向政党政治和大众民主方向倾斜 迪斯雷里必须应对帕麦斯顿不必重视的两个因素 俄国斯外闪渐渐渐受到泛斯拉夫主义驱动 格莱斯顿的自由党鼓吹反对土耳其屠杀的人权外交 因此他的回旋余地远不如帕麦斯毒 1878年柏林会议是大国邪调和军事外交的回光反照 英国扮演了制衡者的角色 迫使俄国吐出已经到手的利益 此后直到大战爆发 每一次国际会议都起了恶化危机 加强对抗的作用 表面上看 迪斯雷里兵不确认地实现了他的大部分外交目的 保存土耳其帝国 逼退了俄罗斯 压制了巴尔干小邦的民族主义 拆散了大保加利亚 取得了塞浦路斯的偷管权 英国在东地中海的霸权达到历史巅峰 然而这些成就都在流沙中消失了 受挫的俄国放弃幻想 由欧洲的宪兵 以便为巴尔干的纵火犯 德澳由城市的前客 以便为积极的侵略者 保存下来的土耳其帝国转向民族主义 最终变成英国的敌人 保加利亚和巴尔干各邦 很快掀起新的战争 最终将全欧洲投入战火 英格兰回到欧洲 不列颠和撒克逊的欧洲性质是颇为可疑的 使诺曼征服缔造了欧洲的英格兰 把这个岛国纳入了西欧封建体系 亚历山大二世教皇 亨利四世皇帝和法兰西各军侯 之所以单方面支持威廉公爵的冒险事业 原因就在于此 英格兰的欧洲性格 在金雀花王朝和兰开斯特王朝时期表现得最为明显 拉芒使海峡的边界作用尚且不如 埃布罗河 罗纳河和马恩河 百年战争结束后 海峡再一次发挥边界作用 英格兰与欧洲之间的纽带不断受到侵蚀 在宗教改革和内战后终于断裂 英格兰国运昌隆的二百年间 英国人口中的欧洲从价来开始 欧洲的对应物不是美洲而是英国 1914年 英国无可奈何地返回欧洲 只是为了见证和参与欧洲的毁灭 英国的外交黄金时代以英国欧洲对立为前提 海外是一片模糊不清的背景 英格兰的使命就是保持欧洲的自由或欧洲的分裂 从而保持英国的安全和孤立 这二者都是英格兰古老自由的必要条件 大陆国家的哲人也许能够从理论上论证 但从来不可能从经验上体会 没有常备军和强大的职业官僚机器 对英格兰古老自由多么重要 这些国家甚至不假思索地认为 常备军和职业官僚就是国家本身 他们的对立面不是自由而是无政府主义 正因为如此 即使这些大陆国家自称共和国 英国仍然本能地认为 他们不是自由的国家 而且根本不懂得自由的含义 把自由的刚见美德理解成痛恨主人 或诸如此类充满悲贱气息的仆义感情 保持欧洲的自由就意味着保持欧洲各邦的实力均衡 定期举行低烈度战争 在关键时刻把英国的资源投入弱势一方 1914年德国入侵比利时 格雷勋爵遵循的正是英国外交最优秀的传统 爱好和平和贸易的自由党内格基金 犹豫和分裂才决心投入战争 在野的保守党表现出比政府更大的战争意志 然而英国虽然力图保留自己的传统 但欧洲已经不再是昔日的欧洲 经过普法战争以后40年的酝酿和恶性竞争 总体战争的恶魔已经溢出平淡 从老辉格党最好的传统看 这种全民动员体制体现了绝对主义和社会主义最可增的特质 但它具有一个可悲的优势 它有效 有效到英国不再能因为海洋而感到安全的地步 不想被恶魔吞噬 你就必须自己变成恶魔 从远征军开往伊普尔那一天开始 英国背弃辉格式贵族自由主义 转向大众民主和民主社会主义的道路已经铺平 大战中的军事计划当局 而不是卡尔 马克思或社会民主党 为子孙创造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原型 军事工业共同体升格为国家的心脏 但各国仍有一些重要的差异 德军将领即能指派企业家又能操纵皇室与政府 鲁登道夫统治经济在学术意义上的完美和彻底 后人从未超越 为其如此 在充分动员一切可用资源后 最后一击仍然不能攻敌海峡 接下来就不再有可攻计划的人力物力残余存在了 总崩溃与总体战同样彻底 小农的法兰西又一次把独裁权交给了雅各宾市政府 国会修会 实质上冻结宪政 在从未工业化的内地推行行政指导军工建设 英国国会从不放弃最高权力 但仅仅在军备竞赛期间 皇家海军就由1884年破天荒的1000万英镑 预算迅速膨胀为1904年的3500万镑 冲向1914年的4800万镑 此间物价基本平稳 1913年 英国本土劳动力的六分之一 依靠海军承包卫生 当年罗马军团主宰三大洲时 为军团服务的人口从未超出帝国劳动力的二十分之一 已经足以构成操纵国运的核心利益集团了 大战将整个国家变成前线部队的后勤团体 贵族自由主义在阿斯奎斯身上 败给了平民民主主义者劳和 乔治 全民战争加快了通向普选制的步伐 1922年以后 有产者纳税人将永远成为选民团中的少数派 由有产阶级纳税人选出的小众国会基于自身利益 天然恐惧国家预算膨胀及税负增加 是自由主义最好的盟友 普选型大众民主实现了托克维尔的警告 多数穷人将从国家订货增长拉动的经济繁荣和就业增加中获益 而为赋税增加而买单的少数富人无力躺币当车 通过这扇门户 社会主义和军国主义诡异地形成合力 自由党就这样绝好了自己的坟墓 大众从来没有罗马式的敏锐和坚韧维持精微复杂的外交艺术 由大众指导的外交政策只能趋于简化 在和平与战争 民主与独裁 文明与非文明 西方与非西方之间划除黑白分明的界限 然后毫无策略地投入自己选择的一方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 英国人最隐为自豪的外交传统灰飞湮灭 将大英帝国和一切仍然迷信英国的国家投入截火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 英国外交只剩下明暗两层 在明处 英国乏味地支持正确的 也就是西方所在的 一方 在暗处 英国只想放下积极外交的负担和风险 把尽可能多的资源用于国内福利 这是大众民主和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固有的外交政策 是其国本的自然延伸 面包与竞技 福利国家是历史步入中阶前最后一战 在此之后 不再有罗马 不再有英格兰 不再有任何民族 只有一盘散沙的末人 只有一种宗教 当前的幸福 俄罗斯告别欧洲 俄罗斯天然是一个与全欧洲 而不是与欧洲任何邦国平行的世界 彼得大帝以后 俄罗斯竟应持之以恒地说服自己相信 俄罗斯只是欧洲的一部分 只是欧洲大国俱乐部的一员 与英国或法国平行 为了使这种假定尽可能逼真 他们甘愿超越 甚至违背俄罗斯自身的利益 消耗俄罗斯的国力 去干预不可能为他带来回报的欧洲事务 亚历山大仪式的西欧外交 就是典型的例证 在1812年维也纳会议与1914年世界大战之间 俄罗斯濒离时现目的 大战的负荷压垮了脆弱的俄罗斯社会 政教专制皇帝和欧洲绝对君主的冠冕 因此同归于尽 支离破碎的俄罗斯社会 在布尔什维克的紧身衣下 再度背对欧洲 营造一个平行的世界 俄罗斯总是正确的 这个正确性体现了神秘真理的意义 神议论和神政论 而不是红衣主教 离西流或比斯迈亲王 那种国家利益意义上的正确 戈尔查科夫可以自居魏提耶尔 和比斯迈的匹迪 因为他的主子是彼得 欧洲人和狄基督的继承人 李维诺夫和莫洛托夫 却没有任何交涉对手 因为他们不是外交官 而是口弦天线的神域传达人 对方可以接受或不接受 但不要妄想破坏神域的完整性 或是对其讨价还价 苏维埃俄罗斯的外交 如果这种行为模式 还能称之为外交的话 可以概括为一系列冗长的自说 自画记录 而后继之以残暴的镇压 如果对方是弱者 或坚定的对抗 如果对方是降者 这些被欧洲同行 视为外交官的人 其实是内交官 他们的所作所谓 不是为了国家利益 从法理和教义上讲 苏联也并不自认为国家 而是为了论证神意 以便通过莫斯科 祭司团体的严酷考验 从国家利益的角度考虑 苏维埃外交 似乎是为了最大限度 提高统治成本 而设计的荒谬举措 但不要忘记苏维埃俄罗斯 不是为了自身而存在的 对比一下离溪流的原则 国家莫有不灭的灵魂 因此除了现实利益以外 别无所求 它甚至不是国家 根据斯宾格雷的定义 就是有形态的权力 而是反权力 无形态的权力 只是出于权宜之际 伪装成国家 以便完成其毁灭 一切国家的现在使命 在英国国教徒 经验主义者 或清教徒 个人主义者眼中 这种看不现的使命 纯属走火入魔 而且具有全能哲学的 偶像崇拜性质 但在俄罗斯政教徒的 前理解中 帝都的遗嘱 就是俄罗斯的存在理由 他们毫不怀疑 布尔什维克 是狄基督的走卒 但理解布尔什维克的逻辑 却毫不困难 自然 根据任何欧洲标准 这两种敌对而同构的逻辑 都属于精神分裂的范畴 苏维埃帝国的基础 不是马克思偏爱的 城市自治公社 而是逆向对内超经济剥夺 然后 超经济剥夺支持的国家机器 向外全扩张 如是周而复始 帝国核心大俄罗斯 承受最大牺牲 统治各家蒙共和国 而后是各卫星国 而后是各友好国家 而后是广大的斗争地区 不可避免 核心的高血总有耗尽之日 该发生的事情早晚会发生 唯一的意外是 卸装后的俄罗斯 没有像他的精英设想的那样 回归欧洲 而是更加自然的 回归败战亭 不是查士丁尼的败战亭 而是小安德罗尼克的第二个败战亭 刚刚逃出拉丁帝国的魔掌 被欧洲遗弃 被一教徒包围 亚历山大抱怨父亲 莫有留下可供征服的地方 我祖父却没有留下 可供我丧尸的疆域 俄罗斯丧尸的并不仅仅是疆域 他在布尔什维克 以以为自豪的历史加速剂驱动下 在70年间走完了欧洲各民族 需要几百年的生命历程 由一个比欧洲年轻的半野蛮民族 变成一个比欧洲衰老的半瘫痪民族 漠人文明最明显的特质 就是他自杀时生育率 精确地标志衰老的不同程度 反映生殖意义的丧尸和当前幸福的文艺 成熟期文明嘲笑出民的多产 内心却怀住极大的恐惧 被奥古斯都法律强制生育的罗马公民 面对日耳曼满族 受福利国家津贴诱惑 而勉强生育的欧洲人面对中东非洲移民 都有这样的表现 但处境最为悲惨的 莫过于俄罗斯 他曾经也蛮而年轻 羡慕文明却不知道珍惜青春 现在他还没有像欧洲一样文明 却已经比欧洲更衰老 于是俄罗斯的外交只剩下一世性的怀旧和表演 他需要一场安全的格鲁吉亚战争 好让国内的观众幻想彼得或斯托雷平的时代 他需要戴高乐式的姿态 戴高乐主义者在西方世界的安全大后方向东方是好 在美国的保护下反美 新俄罗斯就是这样表演大国独立外交的 他博古其名的反西方鼓噪 掩盖不了对南方的恐惧 在不太远的未来 俄罗斯的老人就会依靠中亚和高加索的劳动力供养 正教徒的大教堂就会依靠异教徒的士兵保卫 诸神的裁决撞见的英国大兵辞别印度之路 庞哲普的移民塞满伦敦小巷 不到一百年前 英国人还在嘲笑法国人面对官吏的奴性 现在却自嘲为欧洲最善于填表和排队的人民 普列文的金谷付诸东流 俄罗斯人再也看不到帝都的城门 高加索的刀客却使莫斯科本地黑帮望而升位 不到一百年前 最后一位凯撒沙皇还忙于跟希腊人的国王争取先入帝都的特权 然而最重要的是 印度或帝都已经丧失了神秘性 褪色为普普通通的地理名称 儿童的眼睛不再为他们闪闪发光 诸神微笑 又一轮竞技行将结束 莫人是幸福的 至少在祖辈争取迈入历史的斗争结束后 后被化作历史的原料和结灰之前 他们将一直享受历史中阶的幸福 在中国的政治术语中 这段时间称谓盛世 乱世之民 轮回中的碎屑 莫人之后的历史原料 斯宾格勒比下的费拉民族 只会羡慕历史中阶和史后之人 恐惧残酷的历史和历史之人 却不能理解其间的一饮一着 已为一切都是人事和政策的优劣所致 因为理解历史的能力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 不可能在史后之人当中长期维持 历史之人却能够预先理解尚未诞生的史后之人 犹如人类理解群疑 轻蔑掺杂羡慕 他们生于游戏规则既定之事 除了个人时运穷通外 不知有他 复未必实 而心长虚 颇有混沌之福 毕生不解自由 抉择 责任的无限痛苦 无限孤独 他们的命运已由历史之人欲断 诸神微笑 人的火焰灵虚绝顶 刹那四灭 意义是宇宙的游戏 终将回到宇宙或无意义的结果中 自由海洋及其敌人 海国图至第八级